你好, 我是蔣祖曼 在《警戒線》這套劇中 我飾演軍艇法政科的專家 叫做Madam方方祖曼 這次是我人生的第一次拍電視劇 因為之前這麼多年 我最主要是做獨立電影 或者近兩年我參加一些舞台劇 平時都是做一些鄰家女孩 或者是比較年輕的角色 如果做專業人士 這次真是第一次 所以希望大家會覺得 挺喜歡方祖曼這個角色 好, 還要緊, 慢慢走 還要慢?我要看報告 那兩顆子彈是否來自同一支槍 我要的不是這些自然而非 亂無謂的報告 我要的確確實實的證據 明白嗎? 你先冷靜點 大家好, 我叫周俊偉 這名名叫Laurence 這次在這部警戒線裡 我是飾演其中一位 重案組的沙展蔡英陽 絕招就是白白, 重點擺 她的槍法很準 可以在同一個位置連開兩槍 還是會有那個洞 尤其是做教練 開始做很多健身 令自己看上去 可以像年輕鋼淡一點 曬黑一點 希望由這條界線 繼續一步一步去做一些 更加沒有更加挑戰性的角色 我被逃棄在這裡, 再走我的槍 你一走就會變成了逃犯 別逼我開槍 我根本不想走, 是你來抓錯人 你是我的下屬 你對著我, 只需要服從和執行 無論你明白還是服從和執行 無論你多不相信, 還是服從和執行 我放你這條 大家好, 我是湯姨 我在境界線裡做一個心理治療師 我叫做傅沛賢 一開始收到劇本 其實都擔心怎樣做好 之後我就跟導演和工作人員談 怎樣做這個角色 譬如周圍都會教我 一個心理治療師 你說話可能是很權威的 人家要聽你說話 來, 我們介紹 這個是尚師Joman幫 我是Eagle的前女優 那你最喜歡的是誰 不會是我 其實今天我是想跟你做心理治療 多得夫 你覺得這樣很好玩嗎 你很怕跟我聊天嗎 所以這次挺開心 希望大家出來會喜歡 會不會是一個心理治療師 你會不會在一起 你會不會有心理治療師 我會不會在一起